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影魔 今天的话给你们带来的是青钢影的第二节课 青钢影的技能介绍 以及每个技能的一个使用方式 首先玩每个英雄之前有很多人 就是我教过的学养 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人基本上是不看技能的 就是玩的每个英雄就是拿起来就直接玩 也不会把每个技能看一下 用就玩似了 那种感觉他们对每个技能理解都非常薄弱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开这几个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青钢影的被动技能 青钢影的被动技能叫适应性防御 对敌方英雄发起的普攻 会基于该攻击的伤害类型物理或魔法 提供一层专门吸收钢 吸收钢该伤害 该类型伤害的护盾 护盾的生命值相当于卡蜜亚的20%的最大生命值 持续一小段时间 这个被动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被动就是告诉我们青钢影在A人的时候 只要你当你拥有被动的时候 你青钢影只要A人都会提供一个 自适应的被动 什么叫自适应呢 就是说敌方如果是以魔法伤害为主 他就会给你魔法盾 如果敌方是以物理伤害为主的话 就会给你一个物理盾 这两个盾是有不同的 这是青钢影的一个被动 说完了青钢影的被动之后 再来说一下青钢影的一个Q技能 青钢影的Q 青钢影的Q技能是什么呢 卡密尔下次的这个普通普攻 将造成额外的物理伤害 并且使他的移动速度提升 好吧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 就是青钢影的Q技能第一段 就你Q到第一下的时候 是会为你的一个 是会提供你的移动速度的 这持续一秒 这个技能可以在数秒内 无效的再次释放 如果第二段Q技能精准礼仪的攻击 与第一段攻击至少相隔1.5秒 那么额外伤害 额外伤害会提升百分之百 并且该次的攻击力 会转化为真实 就是该次的伤害 会转化为一定的一个真实伤害 然后这是他的Q技能 要注意的两点 第一点Q技能是Q一段 是可以提升你的移动速度的 就是你Q技能打 无论是打小兵 还是打一个英雄单位 你可以Q一下他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持续的 最多走卡 因为有一个移动速度的一个提升 还有一个第二段 第二段如果你提前的释放第二段的话 那第二段的伤害跟第一段差不多 如果你是 提到了1.5秒之后 再去放到这个第二段的话 那就会 就是伤害会翻倍 并且把它转化为真实伤害 所以说卡米尔Q二段的真实伤害非常高 然后还有第三个要注意的点 就是他的Q技能 是没有办法出 出发暴击的 就是说你玩青龙影 是不会去出暴击状的 对吧 因为他的Q技能是不会产生暴击的 就跟那个 EZ的Q一样 然后再说一下他的W技能 卡米尔蓄力一段 蓄力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切割 对命中的敌人造成这么多的一个物理伤害 被外延 命中的敌人会被减速80% 减速会在两秒内 这个持续的衰减 此外 他们还会受到额外的物理伤害 伤害值相当于他们的最大生命值 并且卡米尔会获得治疗效果 治疗效果相当于百分之百 对敌方造成的额外伤害值 这个的话 听起来很麻烦 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卡米尔W 首先卡米尔W放出W之后 会朝着正前方有个扇形的一个攻击范围 会进行很少 如果敌方在外圈 那就会有额外的伤害 以及额外的减速 如果在内圈的话 那伤害就比较低 这个类似于这个 就啥 类似于诺克的Q技能 外圈W 伤害会更高点 并且带有减速 但是内圈的是没有 就伤害也不高 也没有减速 所以我们尽量能打到外圈 而且还有第三个效果是什么 你W对别人造成了多少伤害 你青钢引本身也会回复多少血量 比如说这个W的话 怎么说呢 如果少到人 前期少人其实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当敌方的一个生命值起来之后 就是他这个W到后期比较厉害 你看他们伤害值相当于他们 就后期的话 也相当于8%的最大生命值 对吧 这个到后 就是相当于一个后期型的技能 后期少一下还是比较痛的 前期的话 基本上就是上单 是用W来触发会心的 打野的话 青钢引本身用这个W来刷野的 这就是一个区别 这个W技能会对非死士级野怪造成的伤害要减少 这个的话一般不重要 我们就略过 然后再说一下青钢引比较重要的一技能 青钢引的一技能 你们要仔细的看一下它的一技能的一个特效 这个是你们非常要注意的 首先它的一技能的文字解释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段释放会发射一个可附在地形上的钩锁 并将卡米尔拉到钩锁处 并且使此技能可以在一秒内再次释放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第一点是什么 青钢引他放一的第一段 你要一墙 而且一墙的时候他会连附在那个墙上 在一秒之内你都是可以再去放第二段一的 也就说不是说你一到墙上就要立马放二段一 他是有一秒的一个停滞时间的 你可以利用这一秒内去骗一下敌方的技能 这是一个一技能的第一段 一技能第二段释放是什么呢 卡米尔从墙体上跳下 与命中的第一个敌人 第一个敌方英雄进行碰撞 在着陆时 他会对附近的敌人造成一定的物理伤害和0.75秒的眩晕效果 朝着敌人方突进时 突进距离翻倍 并且碰撞之后会增加你一定的攻速 这个的话一技能我们给你们 着重的来说一下他一技能的几个要注意的点 首先一技能有两段 第一段拉墙 第二段 然后再次突进出去 如果你突进的单位是野怪或是小兵的话 那只有一个很短的距离 如果你突进的是英雄单位 他这个距离就会翻倍 好吧这是他的一个一技能需要注意的这几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一技能是带有0.75秒的一个眩晕效果的 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一技能是一个L1型技能 这个以后刷野的时候会非常多的利用到 第四点就是什么呢 一技能碰撞到敌方之后 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一技能的最后一句话 突进距离翻倍 并且在碰到英雄之后会提供40% 50% 60% 70% 80%攻速加速 攻击速度 可以看到这一技能为什么说青刚影在野区厉害 两只手对拼厉害主要就在于这个一技能的加攻速 其实不在乎一技能的伤害 也不在乎这一技能的0.75秒的眩晕时间 而是在乎与这个一技能撞到人之后会提供40%的攻速加成 我记得赵新的一技能 你看大家都知道赵新野区弹调比较厉害 对不对 赵新的一技能好像也就加30% 但是这个青刚影的加40% 40%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相当于你多了一个攻速鞋 对吧 攻速鞋1100块钱只能提供35%的一数 但是你一级的一 只要撞到人就提供40%的一数 既然你前期只要撞到别人就多了一个攻速鞋 多了1100的一个经济差距 那别人可能是很难打得过你的 这也是为什么青刚影在野区对拼强势的一个原因 最后的话来说一下青刚影的R技能 叫海克斯最后痛迭 卡米亚暂时无法被选取 并且跳向一个敌方英雄 打断引导状态 并且将该英雄锁定在一个区域内 并且该英雄怎样都无法逃脱出这个区域 持续这么多时间 其他的敌人会被震开 他的普攻会对敌人造成这个额外的魔法伤害 伤害值相当于到敌方的一个当前生命值 这个R技能我们需要注意的哪有哪几点呢 首先第一点是R技能一段跟类似于杰的大招一样 他有一个无敌的时间 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说你R到敌方之后 大家注意这个R技能是有伤害的 结果算是附带着其他的伤害上面 就是你R到人之后 你的普攻会对目标敌人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 这是我们第二个需要注意点 记住是魔法伤害 就是说别的护甲再高 你R到他打他痛还是该痛 因为是魔法伤害不是物理伤害 这是我们R技能需要注意的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就是什么呢 只要青钢引不离开他这个大招的区域 敌方无论如何 无论是用闪现还是任何一个技能 都没有办法逃脱出你大招的方位 就比如说随时给他丢灯笼 或者说任何一个位移技能都没有办法逃脱出你的大招 所以说这就是青钢引大招变态的一个点 就是只要被青钢引大招的人 青钢引不死或者不出去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跑出去 就像一个牢笼一样 海克斯最后通牒会在卡蜜尔离开该区域以后 也结束 就是说你青钢引如果离开了这边大招 那你的大招就会自然就结束了 就是说这个大招的话 这个大招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限制性能 比较被虾子牛头这英雄比较克制一点 就是虾子的话可以直接一脚把它踢开 然后牛头的话也可以把它顶开 所以说这种英雄 就是青钢引放大招的时候比较烦的英雄 不是说克制 只是说比较烦 我们说完了 简单的介绍一下技能 对 那个他说的这个打断性 打断引导状态 那就是可以打断这个死哥的大招的 对吧 好吧 说完了青钢引的每个技能之后 在了解了青钢引每个技能之后 我们再来讲一下青钢引每个技能的一个小技 小细节或者小技巧 以及他一般怎么样去使用 好吧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Q技能 Q技能的话 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 就是如何使用Q技能 就是如何把Q技能的伤害最大化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就是青钢引的Q技能是可以重置普攻的 所以说无论是在对拼的时候还是在刷野的时候 那我们都尽量的去使用AQ来重置普攻来快速的打出强攻的效果 因为大家都知道青钢引是带强攻的 好吧 我们这里给您看一个视频 好吧 就是青钢引你们只要有Q的情况下 那尽量是AQ 那这样的话可以多一段伤害 那是可以直接重置普攻的 没有 你因为我们青钢引大多数青钢引都是带的是一个这个强攻的符合 所以说你能更 如果更好的利用这个重置普攻的技巧的话 可以让你强攻更快的一个触发 如果你想一下你因为青钢引的Q有两段对不对 你第一段AQ然后再加第二段AQ 那你刚好在你第三段就在第二段Q技能触发真实上而守 刚好就是打在强攻上面 如果你没有去把这个用AQ这种重置普攻的方式去打这个强攻的话 那你的Q二段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强攻的效果的 这个也是青钢引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要熟练的使用AQ来重置普攻 这是一个Q技能的第一点 Q技能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这个这个的话就是青钢引比较高深的一个技巧 或者老青钢引才知道技巧 就是说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去掌Q 然后再去E上去 就说任何情况下掌Q二段E上去都会优于直接E上去 这样的话可以打出两个真实Q的伤害 这个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通过视频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的话也通过文字有可能很难理解 就是说我们Q技能在你的青钢引拥有了一定装备 就是用了三项这个解CD装备之后 你可以干嘛呢 在每次打人之前先Q一下小兵 就先不要急着上去 因为我们说了青钢引的Q技能是有伤害延迟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直接E上去 那你的Q技能的二段往往打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去旁边的一个单位 然后等到Q二段快出发咒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Q二段快出发咒再E上去 这样的话直接踢一脚就可以 一瞬间就把我们的一个被动打出来 而且你展着Q的好处就是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不仅仅只能打出一段这个瞬间 就不仅仅能瞬间打出爆发方案 还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还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一波打架里面打出两个阵伤 就有可能你直接一上去不一定打得过别人 但是如果你展的一个Q再一上去跟别人打的话 那基本上是没什么人打过你的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展Q的过程 首先是Q敌方前方就敌人旁边的一个小兵或者野怪 然后先用Q技能一段踢下他 好吧 然后等这个Q技能踢完之后 然后再一过去 瞬间打出AQ 然后这个时候利用这个Q技能的加速 以及一技能的眩晕时间 就这地方走砍 然后等到你第二个Q好的时候再去AQ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波打架里面 打出两个真实伤害的Q 以及一个普通的Q 如果你直接上去的话 一般就只能打出一个那个真实伤害的Q 当然这个不用等 就是说你Q完第一个人单位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一上去了 因为你的一技能飞行过去还需要时间的 对吧 你就可以Q完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不用说等到你的Q二段好了 再上去 那这样的话 有可能等你一过去 你Q二段的持续时间到了 对吧 就是我们青钢引得个Q技能的一个两个小技巧 就是第一能重置普攻 第一能重置普攻 第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展一个Q再上去 不用不是每次都直接E上去 说完了一个Q技能的一个如何使用 如何将Q技能上来最大化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怎么样更流畅的使用Q技能 因为青钢引得英雄它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玩的英雄 对不对 那这的话我们就告诉你们 如何的在这个对拼中 或者说在对线中能更流畅的把我们的Q二段打出来 好吧 首先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如何更好的使用 如何更流畅的使用Q技能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 Q技能不需要卡准Q二段的时间释放 就是说不用你等什么呢 不用你Q二段一好 你要立马放出来 这样的话比较急就很容易失误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般推荐你们玩青钢引就是什么呢 在Q二段没好之前一直追着品A就好 等Q就是你确定Q二段好了之后再进行AQ 这样的话就可以极大的减少减少提前丢Q二段的一个失误操作 就你们玩青钢引一定要记住青钢引的Q二段 它是有很长的一个持续时间的 你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非常急的 就是Q二段一好了 你就立马把它这个正常打算 你其实可以一直在这边走看 只要你能把Q二段打出来就行了 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卡准那个时间 没有必要对吧 这就是我们青钢引这个流畅使用Q的一个技巧 就比如说我们刷野怪 我们这里也是给人看一看 就比如说我们在打假人的时候 那你不用急着AQ完之后 等那个Q二段立马就把它出发掉 而是可以干嘛 AQ完之后利用Q能加速效果一直追着它平坦 然后等到这个Q能快完了的时候 再丢一个AQ都可以对吧 就是你们玩青钢引 玩青钢引 不要太过于的急着把这个Q二段打出来 因为你们在刚念青钢引的时候 你们的熟定度肯定没有那么高 对这个实际的把握就没有把握的不那么好 但你与其把它打出来 不如就说与其犯错打不出来 不如就等一下 对吧 这是你们新手青钢引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不要老是急急忙忙的 一定要Q二段也好了 就丢出来 就跟类似于牙锁放风一样 对吧 不是说你牙锁手上捏着风 只要有了Q你就把这风丢出去 你可以不用不用这样 你可以等到这个风最后一秒就再丢出去 反正总是能打到的 要打不到总是打不到对不对 那我要把它捏久一点 那对边的威尸体反而更好一点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你们玩新手玩青钢引的时候 尽量就说你确定那Q好了 你再去丢AQ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卡住那个时钟 对吧 就是一个青钢引的Q技能流畅 使用Q技能一个方法 虽然的Q技能 我们再来说一下W技能 青钢引的W技能 首先很多人不会玩青钢引 就是说很多人玩青钢引的时候都不会用这个W技能 很多人在玩青钢引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W技能是个废物技能 为什么说他废物技能 第一他没伤害 第二他那个减速也不好打到人 还要还要给你拉开一点距离 第三的话 就是他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放 我对拼的时候放就被别人反杀了 不对拼的时候放别人好像跑远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给您看一下W技能一个释放时机 就W技能有四种释放时机 第一节课的内容你可以去 你如果报名了的话 你应该有录像可以看 第一节课肯定是不会再回去讲的 因为很多人都等着 我们说一下W技能的四个释放时机 首先第一点要么就是在打人之前放W 这样的话可以用W减速逼出地方位移 或者说因为别人看你放W 如果被你W完全扫中的话 有可能会减速连住他 有可能叫位移把你的W躲了 然后再去用一技能跟上 这是我们W技能的第一种适用方式 就是说在打人之前放 第二种释放方式是什么呢 要么在打人中间放 什么叫打人中间放 不是说你对拼的时候跑去放 而是干嘛呢 当你A不到就打 我跟你对打的时候 别人被我打跑了 因为清朗影也就单挑非常强嘛 别人打不过我 他打不过我就会跑 那跑的时候如果我A不到他了 那这个时候我再去交W减速 利用这个W减速最上达 对吧 不是说要你跟别人近身对拼的时候 去放W 这是不可行的 就是对拼中不要放W 而是说你在打人的时候 别人打不过你别人跑了 或者说你打不过他你要跑了 这个时候你才能放W 对吧 不是说你这个见到人对拼 那两个人战路 你跑去放个W 或者说你跟剑胜对砍的时候 你跑去放个W 那无疑是咨询死路 所以说这个你在打人中间 打人中间你想放W的话 那一定要在敌方撤队 或者说我自己要撤队的时候 才去放那个W 不然对拼中 那肯定是不会放W的 这是一个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要么就是在打第三个释放式 就是要么就在打完一套的时候 就是你的EAQAQ 这一套打完了 就是你Q二段已经打完了 这个时候你准备追击 或者你这一套打完之后 没把别人打死 或者准备追击 或者撤退的时候 你再去使用这个W 就我伤害已经打完了 再去用这个W 第四点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才一直反复强烈 说不要在堆拼中使用 尽量把青刚颖的一个W技能 当成减速技能 而不是杀害技能 因为青刚颖这个英雄的W技能 前击确实很弱 对吧 你不要说对拼那时候 看到别人一白零血了 你跑去放个W 结果因为既然是对拼 那双方肯定都是产 对不对 你跑去放了个W 结果别人把他灭好了 那就不好了 因为你W中间是不能接平A的 对不对 你青刚颖放W W是不能A人的 那你放个W 别人A到把你A死了 对吧 就是说对拼的中间 对拼中 那千万不要丢W 就W在对拼的时候 是非常废物的一个技能 喝个水 说完了W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一技能 首先我们要掌握一技能的两个点 先一与后一的区别 因为青刚颖真英雄虽然一二人比较厉害 但他其实跟类似于皇子的一技能 一技能是你的进攻技能 也同样是你的逃命技能 先一撞到人单挑虽然无敌 但你撞不到人 或者说敌方来了 资源了 那你就送了 因为你的一技能已经用掉了 你跑不掉了 所以说 有把握 一般的情况下是什么 有把握 能打得过敌方 就是说 我一过去 这个人必死 或者说我一过去 我必转 那我这时候就可以先手一技能 如果说没有把握 你不确定能不能打得过 或者说怕敌方 资源来了 那就后手一 你可以直接AQAQ 也能打得过大多数的打 大多数的一个打 记住大多数 不是说所有 你一到的话 基本上是所有打 基本上都是打得过的 但你 只AQAQ的话 只能打过大部分的打 有些英雄还打不过的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给你们 也是用视频给你们看一下 一技能的一个使用方法 只能是第一种使用方法 就是说 这怎么是达不进来 这个是我们 那这个我剪切有错了吗 把这里是达不进来的一个用法 为什么我这上面显示的是一技能的用法呢 先这样看着吧 好吧 这是达不得第一种用法 就是说 这个在打人之前 先用达不去减速 然后再看一下达不第二种 达不第二种用法也是一样 就是在你一套 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套打完之后 再去交个达 比如说这里有多AQAQ打完了 A不到他了 不 这个是应该第二种 就说在你AQ完之后 摸不到了他的 你再去用这个达不去减速去追上他 这是第二种用法 第三种用法就是说当你一套打完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里对吧 已经追着这个千诀一套AQAQ打完了 这时候我也碰不到了 你摸不到他了 他A报过时 这个时候我再用达不减速 就是三种释放之一 打之前放 打的中间A不到了 或者撤对了再放 然后第三种就是说一套打完了 再去放这个达不 好吧 这是一个达不技能的几种使用时机 然后再来说一下 对吧 这个一技能 一技能 刚才讲了一个一技能的一个先放与后放的区别 我们在最后 然后后面的话 在最后再来说一下光速双一的技巧 这个光速双一一般用到什么呢 一般用到就是说碰到敌方有闪现 就是说我们在跟小人对拼 或者是跟剑机对拼的时候 剑机有达不和小人有一都非常容易把我们的一技能躲掉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我们说了清张云他一到人比较厉害 但一不到人的话没有巨额的攻速加成 你是打不过很多人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防止被剑机的W或小于能的一技能 把我们一技能躲掉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采取怎么样做法 就是说可以贴近墙 使用光速双一 让敌方反应不过来 就是说如果你离敌方比较远 就是说我们如果远距离一的话 那敌方会有非常长的一个反应时间来躲掉 就是说为了防止 敌方躲掉我们的一技能 那要学会干嘛呢 把敌方拉在墙边 如果我们在跟小于能 或者剑机推拼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往墙旁边靠 这样的话你一强的一个时间就会缩短 出来的二段时间也会更快 如果你离别人非常非常远 离墙非常非常远 你跟别人对平 你拉墙再拉过去 别人稍微反应快 就是说青铜的估计都能反应过来 你这个一技能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一般在碰到小人 或者剑机阵的一技能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这个光速双一的技巧 来这个防止 把敌方把我们这个一技能躲掉 就比如说你看这里 不要切过来了 切过来了 比如说平常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在使用青钢影的时候 他的一技能都是这样放的 都要直接拉旁边的墙 然后找机会一过去 这是大多数青钢影的一个使用方法 你可以看到这一套一 放了就是说他的一个持续时间就非常长 给别人反应时间就非常多 但如果我们贴的墙 就比如说这样 我们再后退一点 比如说如果我们贴的墙 放一技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段就非常快 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敌方非常快的 快的反应速度 才能反应过来这个一技能 对不对 这是我们青钢影的一个光速双一的一个技巧 当你碰到敌方有闪现 或者说有一些技能可以躲掉你的一技能的时候 你尽量把敌方拉在墙边 你再去跟他打 因为墙边你一两下 那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需要别人有很强的反应速度才行 但是如果你离墙非常远 那这个时候你拉过去那四个人都能反应过来 我们再来重新看下这个视频 你看我们重新播放一边 你可以仔细地观摩一下 我第一个E和第二个E放了一个时间的 就是那个速度的区别 你看这个E就比较慢 拉墙需要一定的时间 出去又要一定的时间 但我这个段就非常快 好吧 这是我们青钢影的一个光速双一技巧 因为剑击真凶只要把我们青钢影一挡了 那肯定是挡 那肯定就被他杀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就尽量把这些 这些英雄拉到墙边挡 这是一个光速双一的一个技巧 最后的话再来说一下这个R技能 那年招的话我们明天会来讲 我们今天的话主要还是着重来讲技能 最后的话再来说一下R技能 R技能这里也是比R技能 也是青钢影比较重要的一个技能 我们详细地讲一讲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青钢影的R技能 是个废物技能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改一下 你们说青钢影的W废 其实我没有什么意见 对吧 但青钢影的大刀确实很厉害 我们说一下青钢影大刀到底厉害在哪里 只有怎么样去用 这一道话呢 去利用这个R技能 首先第一点 尽量先R中 把框住技能再去使用QR端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R端的爆发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你的R技能 你先放了R之后 你对你R的目标造成普攻的话 所以会有额外的模仿 我们刚才看R技能的时候 如果记忆力比较好的学 应该能记得 我们刚才在介绍R技能的时候 说了青钢影的R技能 你R到那个人的时候 你对他造成品A的话 是会有额外的模仿障害 对不对 那你先R住别人 再去使用QR段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你QR段的一个爆发 而且不仅仅是R技能给你的额外模仿障害 还有强攻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青钢影的英雄的爆发 有的时候会体现的非常高 其实就因为强攻配合上R技能 强攻又加额外伤害 虽然是额外的物理伤害 但是你的大招又加额外的模仿障害 那这样的话你的爆发就显得非常高 比如说我们一般是吧 就是说怎么样去最大化的利用R技能 一般就是说尽量先用R框住别人 就是当你的QR段快要出发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大招框住它 然后再利用那种大招增加的乌外的模仿障害 去增加你QR段的一个爆发 那这是你的R技能的第一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就是什么呢 青钢影的R类似于截的 是有一段的无敌时间的 在对拼的时候 要学会用R去躲掉敌方 比较关键的技能 这样也同样非常重要 大家都看到那截 为什么很多人玩截很秀 就因为他可以经常的利用到他的R技能 去躲掉敌方的一个技能 那这样的话秀一下就比较容易 如果我们青钢影的话 同样也有这个功能 只不过青钢影的大招的试法距离要短一点 截的大招大概有五六百码吧 青钢影的大招估计就三百码左右 反正就很近 有可能别人离离很远的话 你R就打不到它 这是我们第二种使用方法 就是说用你的R去躲掉敌方的一个技能 第三种使用方法什么说呢 就总结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当我们百分之百能打得过别人的时候 那就直接EAQ过去 直接接R去增加我们QR段的爆发 就是如果你不展Q的情况下 就直接E过去AQ踹一下 然后接R落地再接AQ 这样的话刚好把强攻 以及QR段的爆发都打到R技能那个伤害里面了 怎么这是百分之百能打过的情况下 如果不一定能打过 就是我们E过去了之后 我们跟这个人对拼不一定打过去 比如说打什么辛德拉 我E过我E技能虽然踹掉了辛德拉 但是如果我不躲他的大招的话 有可能还是被青岸引 会不会被辛德拉反杀掉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E过去 踹到辛德拉之后 一直持续的追着他走坎 等他放大招的时候 等他对我们丢大招的手 我们再去用大招 把他的大招躲掉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成功了一个反杀 好吧 这也是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视频 给你们看一下R技能的几种用法 好吧 首先是R技能的第一种最常见的用法 就是说 当你百分之百能打得过的时候 最常用的话 就是增加你的一个爆发了 给你们看看 就是R技能的第一种用法 利用R技能增加青岗引二转Q的爆发杀 一般就是E过去百分之百能打得过 E过去AQ 在你的大招不QR段要出发手 先丢个大招 这样的话一套就可以把他秒掉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用法 当然这个R也可以防不仅能增加那种 不仅能增加伤害 而且可以防止别人逃跑 这是R技能的第一种用法 然后R技能第二种用法什么呢 利用R技能的无极时间躲掉敌方的伤害 比如说这波月塔 我们在这个先用W减速到敌方 这个EJ B数它闪现之后 再用E技能跟上 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W技能的使用方法之一 你用B数别人位移 再用E技能跟上 E上之后E过去AQ 你看我这里本来是其实可以 直接R它把它杀掉 但是为了多少 玩的更酷一点 让这个利子效果看的更帅一点 那我就干嘛呢 在敌方的塔快A到我的一瞬间 我再去丢这个R技能把防御塔的伤害躲掉 这样看着就更秀一点 其实我躲不躲它都得死 但是就为了看得出来 为了掌握这个袭子 你看这里 塔攻击目标是我 对不对 当这个塔的攻击 快到我身上的看法 这个塔的攻击 快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再去用R技能 把这个塔的攻击躲掉 这样的话就万无一失了 以防对面后面来的自然 把我杀了 对不对 如果我不躲 有可能那个塔打我 我大概就也就 我现在有400能选 如果按下不躲 有可能塔打我一下 我掉了一个100能选左右 那我就是300能选 那每天过来的人 就可能把我收掉了 这是一个R技能第二种用法 然后这是R技能第二种用法的一个 第二个视频 对不对 利用R技能去阻掉敌方 尽量去秀别人 那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视频就更帅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轻钢营的R技能的一个妙用 这个的话 就是基本上跟杰的用法差不多了 这个跟是这个R的话 就用R躲技能 是跟杰的R的技能比较类似的 你如果这里杀这个黄鸡 如果被R走的话 那我肯定R的距离就不够了 因为轻钢营R技能的距离非常短 如果被他退走的话 那我肯定再想R的 他是不可能的 除非等下个1 那这的话 为了对吧 不被他推走 他们就用R技能 在他在我们一技能 选音结束的那一刻 立马用R 把他的R技能躲掉 这样的话就特别秀了 这是我们一个 今天轻钢营的一个全面用法 好吧 明天的话 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带来 这个轻钢营的一个细节 元招以及技巧 今天的话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技能 因为前两年肯定都是比较基础的 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 对不对 你们基础没打牢 后面的东西你们跟着听不懂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再见